距离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也已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然而丝毫还没有散场的迹象 不仅如此 这场因种族歧视引发的抗议活动 已然变成了一个火种 造成了了远之势 点燃了全世界 加拿大当地时间6月5日到7日 多伦多 沃泰华 维多利亚 温哥华等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 谴责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 示威者游行至位于沃泰华的国会山庄前 跪下摩埃8分46秒 以纪念弗洛伊德被警察跪压致死的最后时刻 而在澳洲墨尔本 有个组织在Facebook上发起了星期六下午2点至5点 针对反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 迅速有10万人报名参加 很多澳洲人都表示 他们不仅要捍卫黑人的权利 更是要捍卫原住民的权利 据美联社报道 澳大利亚土著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 但占监狱人口的27% 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 我们会举行抗议 是因为我们认为为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发生是必要的 而在本周末 本来就因难民 经济衰退 恐怖活动 新冠疫情等问题缠身的欧洲 也在多个国家爆发了反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 意大利书签人戴着口罩前往罗马的人民广场 这是罗马首次举行反对种族主义的大型示威活动 英国伦敦也有上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 其中一些人在美国大使馆外 不过组织者指出 他们希望解决的是英国的种族主义问题 抗议者高呼 英国并不是无辜的口号 布里斯托尔的抗议者推翻了爱德华 科尔斯顿的雕塑并抛入港湾中 爱德华 科尔斯顿是17世纪的一位政治人物 他监督了一些西非奴役贸易 而德国首都柏林6月6日约有1.5万名民众 在德国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聚集 举行了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活动 有意思的是 各国政府在如此大面积的抗议活动面前 态度和表现也大相径庭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选择与民同在 于上周五参加了在沃塔巴国会山庄的抗议活动 并且在抗议活动中 当众单膝跪地默哀8分46秒 此前美国也有纽约 洛杉矶 迈阿密等多地警察 单膝下跪并加入游行队伍 表达他们对种族平权和正义的支持 华盛顿的非裔美国人市长 密尼尔·鲍泽的表现更为硬核 先是下令在通往白宫之路 第十六大道上用醒目的黄色油漆 刷上大字标语 Black leaves matter 把特朗普气得半死 连发两条推文怒斥华盛顿市长无能 但是妙利尔暴则没有退缩 于周六走上大街 加入反种族歧视游行队伍 声援示威人群 公众发表演讲 呼吁民众在十月大选中 将特朗普投票出局 并且以没有预算为由 将200多名来自犹他州的国民警卫队士兵 赶出了酒店 将不再支付国民警卫队的实诉费用 并且继续会将来自十个州的 1200多名士兵驱逐出酒店 誓死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对到底 而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地 明德安普里斯市的市长 严谨38岁的扎克普弗里斯 却得到了莫大的耻辱 一批示威者于六日聚集在扎克普的家门前 要求他停止资助该市的警察局 废除警察部门 市长怎么可能同意这种自杀式的提议 在示威者的呼声中 扎克普戴着I can't breathe的口罩 慢慢走到人群中间 告诉示威者我不同意 随即被众人用耻辱下台回家的虚声 送回了家门 尽管扎克普弗里斯事后承诺 将对警局进行结构性改革 彻底根除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但由于不赞同废除警察部门 民众还是坚持抗议 让扎克普弗里斯下台 全球范围内的抗议示威活动 发展到这个地步 已经不只是跟乔治弗洛伊德相关了 也不只是和Black Lives Matter相关 参与示威者不乏在种族歧视下 濒临窒息 需要摇旗呐喊 但也或许是通过示威 来宣泄因疫情带来的失业 失去亲人的苦痛 又或许是因为别的政治因素 从而利用示威活动来大做文章 小兵认为种族歧视 就如社会阶级一样 一直被人唾弃 永远无法做到天下大统 因为人是有差异的 有差异就会有分歧 有分歧就会有斗争 这场全游示威活动 可能不会彻底改变各国的执法系统 完全平衡各种族 在社会中的权重 但是可以引起大众平等公平的意识 而纵观历史 社会就是在一次一次的抗议生中 不断完善前进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GM 感谢观看